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新的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做圓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東西叫做圓 首先他說在平面上 所有距離一個固定點 固定距離的點所組成的圖形 稱之為圓 而這個固定點稱為圓心 那這個固定距離稱為半徑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這裡有一個平面 那平面上面有一個固定點 它的名字如果叫O的話 那我講說好 我們現在做一件事 把所有距離O3公分的點全部找出來 好距離O3公分 那這時候我就找到一個點 它距離O3公分 那另外一個點它也距離O3公分 那你會發現距離O的點 事實上會有無限多個 那麼我們把這無限多個距離O3公分的點 給找出來 它所形成的圖形 就叫做圓 所以我們回過頭 再來看一下它的定義 它說 所有距離一個固定點 就是O 固定距離就是3公分 這點所組成的圖形 我們就叫做圓 而這個固定點 我們就叫做圓心 來用英文字母O來表示 這個固定距離變成為半徑 用英文字母小R來表示 這就是圓的定義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它說平面上任何一個點 與圓可能的位置關係有三種 要嘛這個點就是在圓的外面 要不然就是在圓的裡面 那要不然就是有一種特殊情況 它剛剛好落在圓的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這個一個點跟圓的關係可能有三種 一個它就是落在圓的外面 第二個它會落在點的圓內 然後再落在圓的內部 第三個它剛好會在圓上 有這三個位置關係 那麼我們怎麼去判斷 這個點跟圓的這個位置關係 到底是點在圓外呢 還是圓內呢 還是圓上 那我們就用半徑來判斷 比方講 這個如果點在圓外的時候 那這個P點在圓外 那麼P點距離圓心的距離 它會比半徑來的大 明顯半徑只有在這個R而已 那因為它在圓外嘛 所以它的距離會比半徑來的大 半徑剛好就是這一段 因為這個圓的半徑永遠都是R嘛 那它比半徑來的大的話 我就可以確定它是在圓外 所以當OP大於R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點在圓外 那麼如果OP小於R呢 比方講這一段 它就比半徑來的小 因為半徑是這一段 才是R嘛 它比半徑來的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點事實上是落在圓內 所以當OP小於半徑的時候 小於R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這個點 落在圓內 那麼如果OP剛剛好等於R呢 那它代表說它落在圓上 所以如果點在圓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OP的距離 會剛剛好等於圓的半徑R 好 那我們這個第一個段落我們講完了 第一個我們知道什麼叫做點 就是平面上 所有距離一個固定點 固定距離的點 你把它全部的點都找出來 形成的圖形 就叫做圓 那第二個呢 平面上隨便一個點跟圓 可能產生的關係有三種 要嘛它就在圓外 要不然它就在圓內 要不然它就在圓上 那怎麼判斷呢 當這個點跟圓形的距離 大於半徑的時候 它就是在圓外 這個點跟圓形的距離 如果小於半徑的時候 它就在圓內 如果剛剛好等於半徑呢 它就在圓上 這個段落 我們大致上要知道這些重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 跟圓有關的題目 首先第一題它說 根據圓的定義 請問下列何者為圓 圓的定義是什麼呢 圓的定義是說 距離平面上一個固定點 固定距離的所有點 所形成的圖形 就叫圓 比如說平面上有一個點 它的名字叫O 那距離O 假設是3公分 那我把距離O 所有距離O 3公分的點 全部找出來以後 它會圍成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 我們就叫做圓 這是圓的定義 那我們來看根據圓的定義 那你覺得哪一個是圓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選項 什麼叫圓 就是外圍的一圈 跟中間的點 這個圓形 就是中間的這個點 這個點的名字叫圓形 外圍的一圈跟中間的圓形 合起來稱之為圓 這是第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外圍的一圈就是圓 沒有這個點 圓形不算圓 你的一部分 第三個呢 外圍的一圈 跟中間所有的區域 合起來稱之為圓 就是包括中間這個 淺灰色的這個區域 都算是圓 好 那究竟圓是什麼呢 圓究竟是一圈加圓形呢 還是這一圈 還是這一圈 裡面所有的全部都叫圓 那我們來看看 它的定義告訴我們說 距離平面上一個固定點 固定距離所有的點的集合 平面上一個點 O距離他3公分 我們把所有距離他3公分的點 全部會起來 所組成的圖形 就是圓 那換句話說 有沒有包括這個O O距離O自己本身是0公分 因為它就是自己嘛 所以它有沒有距離這個O.3公分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這個是不包含這一點的 再來有沒有包含裡面的一些區域呢 那當然也是不包含 為什麼 比方講我隨便點一點 它在裡面這個區域裡面 可是它距離它有沒有3公分 沒有 它距離它小於3公分 所以裡面這一些區域也都不是圓 那真正的圓是在哪裡 真正的圓啊 符合定義的 其實就是 只有外圍的這一圈 所以我們就選B 這個選項 那這個題目要幹什麼呢 要釐清大家對圓的觀念 國小的時候我們教圓 是教圓形 所以大致上來講 不管是A啊 B啊 C啊 我們可能會認為它是圓形 但是上了國中 我們教的是圓 它是有嚴格定義的 那定義就是 距離一個固定點 固定距離的 所有點所形成的獨性 那換句話說呢 只有外圍的這一圈 它是真正的圓 它是真正的圓 裡面這個區域啊 還有裡面這個圓形的點 它並不是圓的一部分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題 它說啊 以至啊圓歐的半徑為5 有一個圓 它的半徑是5 那平面上呢 有ABC三點 它跟這個圓形歐的距離啊 分別為4公分 5公分跟6公分 5 4個單位 5個單位跟6個單位 那麼呢 則ABC三點與 圓歐的位置關係 分別為可 那我們都知道啊 平面上一個點啊 跟一個圓的位置關係 可能有三種 要嘛它就是在圓外 要不然它就是在圓內 要不然它就在圓上 好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呢 當它這個跟P點啊 假設這個點要P OP的距離如果大於它的半徑的話 那麼它就在圓外 如果OP的距離小於半徑的話 它就在圓內 如果它剛好等於半徑的話 那它就是在圓上 那我們來看喔 它的半徑是5啊 那所以呢 A點距離於圓形是4個 4個單位長的話 那代表它是小於的 因此我就知道OA 它等於4嘛 那因此它會小於半徑5 為什麼 因為半徑R等於5嘛 所以它就在圓內 因為它距離原先的距離 比半徑還要小 那B點呢 它距離原先的距離 剛好等於5啊 所以它會等於半徑 因此啊 我們就知道說 B點它事實上在圓上 那C點呢 OC啊 原先O到C點的距離是6啊 它是大於半徑的 為什麼 因為半徑等於5而已 所以它是大於半徑的話 那代表說 這個C點它的位置啊 事實上是落在圓的外面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道題目 你會發現這道題目 其實很簡單 它單純考我們一個觀念 就是如果OP大於半徑的時候 它會是在圓外 那麼如果OP等於半徑的時候 它會在圓上 那麼如果OP啊 小於半徑的話 它會在圓內 那我想這個也不用刻意去背它 你看一下圖形 大概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 好 這就是第二題